台湾学生参加国际竞赛又传来了好消息 四位来自台大跟建中的学生 参加了意大利举办的国际资讯奥林匹亚竞赛 拿到了三赢一同表现相当优异 就对于台大资工系一年级的刘世伟 陈鼎元陈亮杰 和目前还是建国中学三年级的江陈敏 代表台湾前往意大利 参加国际资讯奥林匹亚竞赛 在82个国家302名学生当中 拿到了三面银牌一面铜牌 两天的比赛 每天都会有五个小时要解三道题目 你要寻求说 你有办法很快速把这个程式 把这个软体写出来的方法 虽然今年三赢一同的成绩 不算比过去突出 不过指导教授说 台湾代表队的实力坚强 可能是因为临场紧张 表现才有一点点失常 有两位同学 他是其实在银牌的非常前面 就是离这金牌 只有一点点的距离 可能临场有的时候会紧张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 银牌选手将可得到教育部 颁发十万元的奖学金 同牌有五万元 代表团预定在十月五号回国 记者陈淑君朋友组台北报道